恩典3.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谢谢主 在尼西米的身上 我们学习怎么样面对属灵的征战 而在征战当中 靠主得胜完成主给我们的托付 奉主您祝福你 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您也知道主今天 有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托付在你的身上 神要你做些什么 保持一个警醒的心 听主的声音 今天在办公室 今天在小组里面 今天在家庭当中 今天在路上 我求主是恩帮助你 有一个属灵的敏锐 知道主要我做什么 而你也要知道 主如果有一个工作要你做 仇敌一定无所不用其极的要拦阻你做成这样的事 所以你要靠着神的恩典 能够战胜这场属灵的征战 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属灵原则是什么 就是不要做单兵 要彼此相顾 我读给你听 他说我们都在城墙上面 有人拿着那个脚在那里吹 他说我们听见脚伸在哪里 哪个地方吹脚了 然后我们其他的人都聚集到他那里去 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 求主帮助我们 吹脚就表示这里告急了 所以没有一个人说那是他的事不关我的事 你听到脚伸在哪里 我们就通通过去帮忙 为什么呢 因为城墙只要有一个地方被攻破了 被打断了 那个地方盖不起来 结果呢 这个城墙就没有用啊 不会因为我们90%的都盖好了 只有一块地方没有盖好 所以没关系啦 怎么会没关系呢 你没有盖好的那一步 敌人就从那个地方进来了嘛 敌人当然就从那个没有盖的那一段 或者被拆毁的那一段进来 结果呢 就是你盖了90% 仍然是白忙一场 敌人照样进来 除非我们每一个地方都被守护好 因此任何一个地方告急 我们都要冲过去 跟他一起去抵挡仇敌的攻击 以至于那个地方被堵住了 这个城墙就是没有破口的城墙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一起建造的是一个没有破口的城墙 不是我把我这段盖好了 其他的不关我的事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是一个球队 我们球队里面有一个人失分 我们整队都失分 有一个人得分 我们整队都得分 我们是一个身体 我的身体里面有一个器官受伤了 我就是一个病人 我就是一个受伤的人 不是 那是牙齿痛 跟我别的地方没有关系 你试试看 如果你牙齿痛过你就知道 虽然只是小小的牙齿 牙齿是你身上的一个小器官 但是牙齿痛 你全身都不对劲 我们是一个身体 我们是一个球队 不要做树林的单人 单兵 我们一定要彼此相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